由麥美欣和曾子望主持的節目 美欣小喇叭 這集請來漂亮了又瘦了的 小寶陳嘉佳和梁敬輝做嘉賓 小寶和敬輝近年轉戰跑道 積極開拓直播帶貨市場 是就是賺到豬籠入水 只不過錢真是張張皆辛苦 我說真的,做直播三年 以前經常覺得可能拍戲 入TVB,別人都會說 入你拍戲五年,成長十年 是… 直播你做三年,成長不止十五年 成長得很快 是呀 成長得很快 就是說很多東西都是… 就是看你的要求多少 如果你是要求這件事我做得成功的話 我想你付出的努力 是等於你經營一盤生意,沒有分別 是… 是… 重要是你可能門市的生意 只不過是小小一天過千流量 但我們說我們網上的流量是一天過百萬的 是… 就是你有很多事,你都是說事前準備事後 準備是嚇死你的 是… 就是很想帶出一個訊息給有看的觀眾知道 其實沒有一樣東西是你看下去那麼容易的 是… 就是你說TVB拍劇很辛苦 哪裏拍戲很辛苦 其實做任何事都會有他辛苦的過程 而是… 一般人看不到的 但是呢 我自己… 我… 就算你拍戲再辛苦 我都覺得我很享受整個過程 嗯… 但是你說直播大課 我是不是… 完全很享受我又不是的 但是我就覺得既然我選擇這個工作去做 我都一定要把它做好 做直播大課達人真是不容易的 敬輝就說他之所以可以輕鬆應付這項工作 TVB真是幫了他不少 因為我覺得… 都是要多謝TVB不是說拆下 就是我們能夠拿到出來的所有板斧 都是在這間公司的訓練下去形成的 是… 即是你直播大課裡面 你牽涉到的唱歌、跳舞、演戲、 說話、轉數要快、咬字要清晰、臨危不亂 都全部在這裏學回來的 但我很欣賞你 因為你調節得很好 即是心理質素 以及工作環境你適應得很快 但沒辦法的 因為要養家 即是我經常都有問自己 如果不是有個家庭、有小朋友 我會不會真的去做一件 其實我不是很喜歡的東西來的 那我應該不會 修身成功的小寶 已經有成四年沒有回TVB拍劇 美燕都說很想念小寶 想她快點回來拍劇 只不過小寶想拍劇的那團火 好像被她現在的工作破釋了 即我再想拍戲、拍劇的話 是可能真的那個故事 即吸引到我嚇死人了 我可能才會… 如果不是,其實我整個人的 包括性格 或者我現在腦裡想的東西 太偏向生意 所以要調整 又或者找回… 我反而是要調整 心情去這件事 我會要時間 就知道我可以在那裡 我可以說 你有很多 glue 嗎? 我會想說